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守护健康频道 这期视频我将与大家分享一些有关夏季高温的健康知识 马上就要进入夏季了 每年的夏季高温 对我们中老年朋友都是一个健康上的挑战 因为我们中老年特别容易受到高温的影响 这主要是因为生理上的变化 或者是可能有的慢性病 使体内的体温调节中枢的敏感性降低 还有某些药物干扰身体保留水分的能力 除了中老年对热的抵抗能力降低以外 很多中老年朋友 特别是退休后的年长者 出于对户外活动和原意的喜爱 不知不觉的在高温下停留的时间过长 被热伤害 所以中老年更要掌握对付高温保护健康的技能 提起高温有关的疾病 大家自然会想到中暑 中老年不但容易中暑 而且中暑后不太容易恢复 中暑严重症 可以伤害大脑 心脏 肾脏等身体的重要器官 甚至危及生命 为了使大家提高对中暑的警惕 美国CDC就是美国疾控中心呼吁 我们都要了解中暑的风险 并制定一系列的预防和治疗措施 CDC具体将我们通常讲的中暑 分为热衰竭和热重暑 热衰竭可以被理解为热重暑的前期 对我们中暖论来说 如果热衰竭的期间不积极的治疗 很容易就会进入热重暑危机生命 下面我们分别了解一下热衰竭和热重暑 热衰竭的特点是体温升高 身体大量出汗 造成水分和盐分的过分丢失 它的症状还包括头痛 口渴要量减少 头晕虚弱 这个时候 你立刻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 在身上 例如头部一窝 腹部沟上 放上凉爽的湿布湿毛巾 CDC建议 Ship of water 就是少量饮水 不要太快的大量的饮水 如果病情严重 出现皮肤苍白 湿冷 脉搏加快而微弱 恶心呕吐甚至晕厥 这时候呢 除了以上的措施以外 还要让病人在阴凉的地方躺下 将双腿抬高 尽快的唤醒病人 清醒后才能给他喝水 如果出现呕吐 让患者呢 压着身 以免呼吸 CDC建议 如果出现呕吐 或以上 措施无效 或症状持续一个小时以上 应立即 寻求医疗救治 热伤害最严重的程度是热中暑 英文叫Heat Stroke 热中暑的主要特点是 身体的体温调节中暑 失去了对体温的调节作用 不再出汗 体温持续升高 高于103华氏度 通常我们说高于40摄氏度 头痛剧烈 皮肤发热发红干燥无汗 或者是有前期热衰竭 遗留下的汗水显得吵死 脉搏快而强有力 神志不清或者失去知觉 这是医疗的紧急情况 需要一级拨打911或当地的急救电话 同时CDC建议 用凉爽的湿布或冷水液 帮助患者降低体温 不要给患者喝任何东西 陪护在患者的身边 直到医疗救护人员的到来 对热衰竭和热中暑的护理要点 是尽快降温 但CDC通常不把冰敷作为首选的方法 这是因为冰敷可能导致血管收缩 降低散热的效果 并且容易引起冻伤 相反冷水浴和冷湿布 结合风扇的方法 被认为有效的安全的 能够迅速均匀的降低核心体温的方法 总而言之 我们中老连朋友要知道自己是 热衰竭热中暑的高危人群 在户外活动前 尤其是高温季节 要特别注意预防措施 我大致总结了一下 包括以下八个方面 第一是保持水分 即使不渴也要经常喝水 目标呢 每天大约八杯水 八杯八个盎司的水 如果你知道要进行户外活动 而且又炎热 要考虑饮用含有电解质的水 比如说淡盐或运动饮料 还要避免饮用这些容易脱水的饮料 例如酒精、咖啡因和糖饮料 第二是穿合式的衣裤 就是比较轻便宽松浅颜色的 这样可以让身体呼吸 并排出汗水 还要戴宽颜帽 能够保护头部和脸部免受烈日的照射 还要用太阳镜保护眼睛 以防止外线的伤害 那就是使用SPF高的防晒霜 可以保护皮肤 如果皮肤受伤了 也会降低皮肤调温的能力 第三点是明智的计划活动 将户外活动和园艺安排在一天 比较凉爽的时间 那就是清晨和傍晚 经常在凉爽的地方休息降温 注意定期喝水 第四是创造凉爽的环境 确保您可以进入花园中凉爽的地方 例如树荫或者遮阳散下 户外活动的时候 可以使用风扇或喷水服来降温 第五是适应炎热 给自己足够的时间 让身体有一个逐渐适应高温的过程 第六可以使用冷却技术 携带一块湿毛巾或头巾 放在脖子上或额头上 外出后洗个凉水澡可以降温 第七倾听您的身体 注意您的感受 如果您感到头昏虚弱或恶心 请移至凉爽的地方 喝水休息 第八应该有急救准备 随身携带电话 有联系人的号码 或者有朋友在一起活动 互相检查 总之学习与热相关疾病的基本急救 采取正确的预防措施 就能有效的帮助我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夏天 在夏季能享受户外活动和园艺 同时也免受热伤害 确保每个人的安全和健康 那好,今天的视频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请您点赞订阅并分享 订阅的时候,请别忘了打开小铃铛 这样您会收到我视频更新的信息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和建议 请您在留言区留言 我会注意并及时回复 祝您度过一个美好安全的夏天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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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开小铃铛